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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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層CV 继续由黄德泉主持 连同我学底 华和谭海邦 先认识一下 先拉上关系 才邀请到这么有实力 讲环保的嘉宾一起来讲 我手上有张单张 讲第三条排在那里 你们哪里有这么多 之前出这张单张 这几个月真是倾力製造 刚刚之前说你赞RTV多资源 你也有很多资源 相比你们RTV的办公室这么大 彩色赞给你交代一下 为何要出这张单张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捐款人帮忙 也有些公司捐款 其实环保足货资源不是很多 但盛在很多人很有心地严余帮忙 这张单张其实这几个月 都在各区派的关于第三条跑道的单张 特别上一集就讲了关于白海豚 空气污染那些 我就想讲一下整个屯门和东涌的区域 究竟有些什么设施 现在是想起或者很大机会去起 这样这里可以再靠近一点就可以了 首先了解一下第三条跑道这个位置 就是这里是机场 现在已经在这里了 东涌这里 这个填海面积就是650公斤 等于650个足球场 这个水域就是白海豚经常出没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上一集就用个比喻 就是你一个三房的单位 有一个房间永远不能用 就好像比喻为白海豚 失去了一个居所 好了 还有很多 首先现存的有什么呢 有些发电厂在这里 屯门这里 然后将来就有一个污泥的焚化炉 现在打的官司就是港珠澳大桥 而港珠澳大桥又有个叫香港口岸的填海 即是说现在已经填了几十公斤 再加上以后有条路由口岸上去屯门 而我们最担心另一个工程就是东涌北的填海 这三个地方是一些天然海岸线 还有很多生态价值 所以加上整个东涌屯门 其实有这么多基建 可能在进行中 即将会计划进行 所以我想我们都很关注 整个累积的环境影响 这也是我们很反对第三条口岛的原因 因为它是其中一个比较大 污染性和破坏性的工程 所以我也从这个图档 我们去看白海豚 由船河由荃湾到龙古炭 一大游体 绿色是海岸公园的范围 然后乘船 又回到大河那边游 这里有大河游 到时 白海豚都会由大河游到这边 两边游 现在没有了房间 中间的房间 小了一间房 对 少了些位置去棲息 所以当然 作为关注大自然保育的 阿威也好 或者我们也很欣赏 大自然风景 警贸人士都会觉得 怎样补救 政府有没有说出 它的补救方式 在哪里再多开一些 有没有说 好像明知拆盖房 应该会说 过往如果一些工程牵涉填海 就要补偿十倍至十倍的海岸公园面积 但由于今次填海面积 那么大 650公里 究竟有没有可能补偿到 那么大的海岸公园 其实一个海岸公园 它里面是不可以有一个商业捕鱼 也不可以抛补各样东西 究竟香港本身有没有那么多海洋面积 可以做到一个补偿 这是我们很关注 第二就是填了一个海 所以怎么补偿也补偿不回 所以我想我们是不赞成 用这个补偿的方法 抵上第三条跑道的影响 所以唯有一定要反对 从环保的角度可以这样说 但是从那个价钱的角度 造价的角度 造价的角度 我自己也翻查知道 有些说862亿 862亿就是现在的价钱 但是去到当日价 数到1300亿 1300亿 是的 第三条跑道 为什么我看过旧有的资料 第一二条跑道 不用那么多钱 其实以我理解 这几个月不断令我充实自己 去看看工程的造价 如何这么贵 主要是因为 就是拎出去的造价的钱 很多是放在材料那里 材料现在全世界都涨价 所以衍生一个很特别的数字 刚才提到八百多亿 就是拼取造价 但是拼取到真的去建造 是一段几年的时候 是的 预计的建材不断上升 那就去到一千三百多亿 不过大家要留意 政府工程经常是超支的 亦都会有很多延期 政府总部都延期 到最后埋单的时候 会不会是超过一千五百亿呢 还有这些数字 背后还有很重要的想法 就是香港的财政储备 大约六千亿左右 那就是说 我们是放了四分一 在一条跑道那里 在一个产业那里 但这个产业本身 已经有两条跑道 应该是有一定程度在 两条跑道为何要建立第三条 他都有解说的 因为他说2017年会饱和 现在2016年会饱和 有生意都做不到 是的 这个真的是一个 我想我要说服在座的观众 需要一些时间 我简单来说 其实我们的经济发展 真的不差 不过我们现在的问题 是在于不够均分 我不是赞成社会主义 但是我亦都不赞成 现在傾斜的资本主义 所以其实如果再 但我们现在 如果我们不够经济发展 我觉得1997年 由一条跑道 变两条跑道 我觉得相对合理 但现在的经济发展 不差的了 只不过政府做得不好 又民运费谈民生差 就是区议委员很重要 所以衍生 就是 所以关键就是 不是第三条跑道的经济效益 而是我们政府有没有方法 去令到财富比较平均 我不是说每个人同一个薪金 比较平均去分盘 那些贫富完全没有那么高 是的 而第三条跑道 是没有针对问题的 反而它造成那么多代价 香港的生态环境 是没有办法承受的 而大家也要留意就是 经济的得益 很多时在基建上都是高估的 譬如当初西部通道都高估了流量 究竟去到2030年 或者十多二十年后 究竟是否飞机的需求 是否真的这么大呢 其实真的你和我都不知道 都是估计的 很多人真疑 因为上次说到 有四个飞机场 有些内陆机又飞不到 飞回国内的时候 于是国内的广州机场 又可以做到 甚至于有深圳 有澳门 也会跟你不断斗平 有些客运方面 或者货运方面 都是有很大的竞争 为什么四个机场不可以联手 现在就是一个恶性竞争 不如现在最困扰整个航空界 始终都是空墙 即是空中的墙壁 即是现在由香港飞回大陆 其实是要爬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 才可以进入大陆 因为是解放军的空力 即是有一个空墙 譬如香港 就想回到大陆 中间这个是空墙 原本是有一个慢慢上升的方法 正常是这样的 回到大陆 但是不行的 空墙是这么高 就要爬升到这么高 才可以回到大陆 其实这个爬升 亦都是令到整个香港 是叫做航空在击塞 所以我用个比喻 就是如果大家由 红磡火车站 乘搭北上 你其实都是只有两条老轨 就是现在的空域击塞 如果增加多些的月台 是没用的 月台就好像跑道那样 你要空域本身流畅 你增加那些跑道才有 所以很多的叫做 机场的技术专家 就用另一个角度就是 究竟是否真的 第三个跑道增加到 流量这个点呢 其实是去质疑第三个跑道 我们当然换环保多些 不过我引述他们的说 就是现在基本上 不是月台不够 是路轨不够 哇 好像航空专家 我听你 你说的东西 我刚刚都在互联网找到的讯息 都是这样 你可以消化到当中 然后跟一些 都消化了几个月 其实原本我也是一个门外巷 不过那些叫做 飞机发烧油 或者直接很专家 神级的 都是给了很多资料 不要小看他们的资料 民间的智慧 我一向都很相信 很多时候比官方的智慧 是的 我们简单理解就是 四个做什么 大家又要互相竞争 做一做 做一做 结果四个很近 四个于是 我听说 有些飞机 都要大家够一够 是的 现在够不到 大家互相争 那些飞机都要飞下来 现在互相争之外 大家都要够个 起飞 降落的角度 时间 说到1360亿 其实大家 听听观众 知不知每人够多少 環保祝国 做了一些显易一点 让大家异明 让大家大众异明 例如多少足球场等等 1360亿 就是19457 每人要出 如果公众最后 最后埋单 每人只要19000 19000 也不小的 太三年了 每人花三年六千元 我想如果1300亿 用一些更加 利用来民生的措施 或者很足够来支持 我们一直是赞成 是多建一些居屋 其实现在私人楼 实在是太多 基本上很多私人楼 很多是空置的 是用来炒 用来投资 我们觉得这个现象是不健康 我前面去到新加坡 是 我有去过 有去过 有去到万球片场 他们全部都是 用祖屋的模式 他们在新加坡 没有那么多私人楼 差不多七至八成是祖屋 祖屋 就是类似香港的居屋 其实新加坡人 很容易有他们只有一百多万 我和你都买到 我听过 一百多万个单位 想找我们找梁丽 其实新加坡的居屋 都是抄回香港的 但人们抄得好 我们很久 然后再演霸 然后会不会停的 我们停了 居屋会打击楼市 有居屋 楼价跌 整班人有负资产 有大件事 这个政府是另一方面的考虑 我们说回第三条跑道 你们环保祖国如何进行游说的工作 或者你刚才表述到 咨询期三个月差不多完结 这个很困难 坦白说 这个咨询的工作 就是这个游说工作 因为基本上 基工局是在用太多资源去做会的宣传 它一方面是进行咨询 但同时它又游说人去第三条跑道 所以它角色上本身是有个冲突 而它有个做法 我们觉得有问题 就是它六月公布的咨询文件 是唱好整个第三条跑道 又说环境没有什么破坏 但是到了八月中 终于公布一些技术评估报告 就是环团又吹逼它 政党又吹逼它 那八份咨询 即是那份技术报告 我真的未必有长时间 嘴掌每份百多页 我就全部嘴掌了一些 第一页的总结 我发觉它的报告 都很清楚提出各样的环境问题 不过在它咨询文件是没有落到的 换言之其实这个咨询 和真的那些技术报告的提议 是刚刚完全相反的 所以如果它这样的咨询方法 它又透过它的传媒的一些手段 公关的技巧 我觉得这个场上是不容易打 不过一定要尽力去打 不容易打就像高铁那样 你们打打打打结果 举手 我真是希望未来区议会 或者立法会 即是叫做比较有能力的党派 即不是礼仪廉那些 就可以胜出 因为似乎我们的社会 是需要多些关顾可持续发展的政党 是投它第一票 所以你们应该 你变成拉票你不要说 未到区议会的选举 不过提一点就是 很多人都是知道 我们会讲环保的理由 但我们同时见到 经济上大家都要留意 除了用了公帑很大的部分 就要用一用希斯路机场的例子 希斯路机场亦都想抗认第三排道 这样就做了很多 就是好像现在这样做咨询 又是游说市民支持 最终呢 起不成 起不成的原因呢 有两样东西 他们做得很好 第一样就是 他们那边有一条 一些法例是监管碳排放 第三条排道就过不了那边 碳排放的法例 香港很可惜是没有了 第二样呢 那边有很多个智囊的组织 计算过 其实如果计算了 经济的损失 即在第三条口头 有经济损失 包括那些地方的楼价 你去那条跑道 帕麗湾 或东涌 会不会楼价下降 或者那些区的居民 医疗开支会不会增加 这些呢 夹起来 最终呢 原来希斯陆基隆在第三条跑道 是会有经济损失 所以呢 即使是计算经济的得益或损失 我想第三条跑道 大家都不太盲目相信政府 和机管局的推测 其实最终 埋单计算 可能第三条跑道 我估计立法会会有些咨询会 有人说三分钟那些 有些解算 没什么用 你会不会 先前已经有 你会不会约建制派那些政党 譬如 阿光有十二个联盟 然后民建联 开口也不怕 会约他们 来表达你们的立场 大家有个沟通 话说不话 大家隔空在报纸上 看你们的立场 大家都没有沟通 我坦白说 我看立法会议员 陈克勤都好像在环保里 说他做很多东西 都极力参与 所以会不会 我讲到你会不会考虑一下 让他们尝试游说 不要说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他们又怎样 希望整体社会在这方面的思想 会一起做 我想 我除了关心环保 也很关心香港政治社会 我看到 党的格 是很多时候 会大于某个议员的一些想法 陈克勤议员都没错 都很关心动物权益 都有些环保意识 但是到我去中央吹鸡 或者政府吹鸡投票 他会不会都是 投环保一票 还是投基建经济一票 我相信 要他们去 这一刻的社会 始终就 有这类的政党在这里 不容易去说服 当然我想 去到某个阶段 我们都会尝试 我们都已经给了很多的单张 给了那类的议员 即工商派和民建联 我们就未必正式约见他们 当然他肯说 我想见一下我们 我们一定乐意欢迎 大家将意见交流 等于千万不要说 你说你我说我 大家始终只是在这个 我相信实际有很多 三个月之星期之后 我想到埋牙的时候 是啊 有排队打这场仗 有排队打 电台电视台 一定又找你们 又找不同政党的议员 又在这儿讨论 我想城市论坛又说 那些是在大众传媒 在镜头前 大家去讲各自表述 但如果能够开会 我感受上他们 你说服他们 看他们的内心世界 首先第一要说服政府 政府很难说服 政府可能是 就是又是假带空那三个字 昨天见到今天又再次来假带空 是专专制了一个 美丽的玫瑰园 第三条跑道 一定要弄 我有钱 六千亿我花了 一千三亿我做了 一整四千七百亿 大哥 慢慢花哪里 国家这么多 我也希望 政府的智慧 要快些开晓 如果政府 现在看现状 很多事情做得欠理想 很多事情都觉得 政府经常做的事情都是 一般的 可能三个字一般的 永远 每次上下集到最后的 节目的总结 都是政府一般的 没错 总结不是政府一般的 那天就是政府不是我们的选出 就是你的政策问题 政府 要等多多少年 五年 五年 上一届八百人 下一届二零一二 就千亿人选出来 都完全不是我们普罗市民有机会去选的 政府 怎会关心普罗市民 龟英雄仔又有政策问题 莫非 所以我为什么说环保和政治不能分开 就是我认识很多很之前的环保人 都是有政治冷感的 就是有这些人 我尊重的 但是其实在香港的情况 的确 你掌握不了政治资源 你怎样去环保 每一个民主体制 其实环保较难在香港抬头 所以我是很留意政治的 大政府肚子一定是关心经济发展的 经济发展自然会令到社会成本会很大 所以五年了 2017 希望香港未倒下 2017你相信吗 2020 那些什么 60席直选立法 70席 可能是70席直选立法 全部直选立法会議員 你又会相信吗 你看门纜怎样 他一定有门纜 看那个门纜 到时泛民派 可不可以派代表选特首 我想选一定会选到的 就是选 有选的 但是最终 究竟他有没有什么方法 来到不让他当选 又可能是另一回事 都不用怕 其实你讲到政治 我跟你说 根本是建制派 现在都是很大的资源 根本很多市民都支持他们 单从驱选 已经知道你不用怕 你以后就普选 普选 普选最终都是 建制派赢得不定 你从区议会的控制权 都是他们控制大多数 证明普罗斯文暂时 都是支持 在倾向支持着他们 怕什么普选 怕他们 一普选的时候 怕他们所有的坏东西 都被我们讲完 然后调整了 那就真是 是的 未来你们 国议会场仗也不容易打 又不容易打 第三条跑道又不容易打 文字兵也是又不容易打 是的 我们一起录你 今集到此为止 OK 拜拜 拜拜